歌手神级拉麦多恐怖 闭场限制了麦剧 这上台啊 就算不带话筒 也完全没在怕的 周深一直被调侃 肚起眼歌手 每次高音音唱 怕爆麦 就要拉开麦克风距离 经常拉麦 拉到出镜头矿 麦克都不在了 甚至在2024年 江苏卫视跨年晚会上 躺在地上唱 化身孤岛的惊 不看画面 谁能知道气息这么稳 竟然是躺着唱的 黄岐山黄妈的指尖旋转 那可是相当的出圈 黄妈的生涯太高 为了防止诈败 每一次唱歌 把话筒拉那么远 都成为标志性的动作 李嘉威南京巡演 被歌迷要求生key唱煎熬 结果连声三key 还是丝毫不费劲 甚至话筒都没举起来 穿透力就这么强 我说李嘉威以后上场 别拿卖了 放裤兜里 都一样能听见声音呀 黄祥云在我们的歌上唱摩迪 脉不在嘴边 声音一样 持续输出 现场的杨成林和菲儿 那都惊呆了 网友们也不相信 这样能发出声音 都在质疑假唱 结果黄祥云演唱会 现场当场回应 这下没人质疑 杨音第一的实力了吧 我不是假唱哈 东方夜英 吴碧霞老师 国家队级别的水平 即使话筒隔离一米远 也丝毫不影响 吴碧霞演唱的广寒功 副歌花腔高能输出 后退的这一步 真的是高级凡尔赛 拉麦啊 其实就是一种唱歌技巧 是唱高音的时候 控制入麦音量的一种方式 因为声音在麦的不同方位 发出会有不同的变化 声音强弱环绕音 都可以通过改变话筒位置变化 而歌手唱高音时拉麦 也是防止爆麦 破坏演出效果 所以会拉麦 也是歌手专业素质的体现 这先有黄马舞台标高音 重现施后功 后有周深直播唱歌 震破玻璃培 对于歌手来说 声调标高音 绝对是一个最能直观体现 他们唱功好坏的方式了 这不仅歌手在舞台上唱得爽 台下观众听得更爽 哇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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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 我很重 可是我很温柔 我的冷暴 内心狂热 那就是我很长 可是我很温柔 我的冷暴 内心狂热 那就是我和天一样高 我要和天一样高 一样高 张宇生和林志炫的这场高音对决 堪称是乐坛经典 他们在一档综艺中 轮流声调演唱张宇生的 和天一样高 高音标到非人类的高度 张宇生不仅全程又真声 而且还轻而易举的标出高音 也让在场观众看的都是目瞪口呆啊 林志炫也正是因为这场对决 才开发出了他独有的鸡尾酒唱法 我要和天一样高 一样高 我们高 我要和天一样高 一样高 哎呦 铁肺王子杨培安的高一 大家也都领教过 他的我相信在KTV里征服了多少人 不过那都只算是冰山一角啊 在某个综艺里 他挑战了新乐团的变态高音神曲 死了都要爱 不仅在原调的基础上连升六个调 姿态还非常轻松 这不愧是野兽派歌王啊 死了都要爱 不厉害 静止不痛快 死了都要爱 不厉害 静止不痛快 六个了 六个 死了都要爱 不厉害 不厉害 静止不痛快 变倒是 泡沫 只一车的花红 你总有什么 全部都太脆弱 楼一桥作为演员被熟知 可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学音乐剧出身 表高音对她来说那就是家常便饭 但因为经常被质疑假唱 楼一桥不得不在演唱时故意露出点破绽 雷剑落下了一万年的雪 咳咳咳 一天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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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原来四川人这么会唱 光是擅长高音的女歌手就撑起了半个华语乐坛了 一起来看看吧 华音老强要一声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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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一直长 高音一直飙 华音老腔一声吼 乐坛都要抖三抖 这谭维维的高音从来不含糊 录音女王一开嗓 天灵二都给你掀翻 猛的让男歌手沉默 女歌手流泪 开门就是闪 我就闪就是闪 被改造 阿兰是典型的藏族唱相的歌手 就这神仙高音 难怪在日本是一顿乱杀 成为和兵器部安时奈美会同地位的 爱回九大歌姬之一 他的最高音咬字可以达到壁国 这是国家队歌手谈经也难达到的极限要字 那就是青藏歌 音乐不知一面 老郑待你发现 点个订阅 不迷路